就在昨天啊 彰化王宫渔港这里天气蛮好的 没有下雨也没有刮风 结果在中午涨潮的时候海水整个倒灌 不到十分钟海水直接漫到马路上 积水积到有小腿度这么高 当地渔民说已经七八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游客看到也都吓坏了 海巡人员是赶紧帮渔民固定住交阀 就是怕冲到马路上会撞到人车 海水涨潮停在渔港旁的交阀摇摇晃晃 水越升越高还漫到马路上 经过的机车骑士发现马路都是水 赶快掉头骑走 车主也赶快将停在路边的轿车开走 大家像逃难似的要远离渔港 海水倒灌速度好快 从监视器看到中午十一点零五分 海水已经漫到马路上 不到十分钟整条马路已经被海水盖过 担心交阀被海水冲上马路 撞到经过人车 海巡人员冒险跳上去帮忙绑好固定 渔民说海水倒灌水 积到小腿度那么高 前所未见 地点就在彰化王公渔港 旁边是海巡安检所 海巡人员说 18号没下雨也没台风 却有那么大的涨潮 水都冲到安检所门口 当地渔民都知道每年农历 九月十月会有年度大潮 但今年特别大 海水还倒灌慢到马路上 气象局解释 除了年度大潮外 还有五年一个周期 就是大潮中的大潮 18号就刚好碰到 接下来海水涨潮就不会那么猛烈 恢复正常涨退潮 华市新闻 熊木兰洋踪影 谢综艺 张华报道